SpaceX生產的獵鷹9號火箭有兩段組成 用於運載衛星和宇宙飛船進入太空 在休斯頓太空中心展出的是獵鷹9號火箭的第一段 也是核心部分 代碼B-1035 水平方置展示 架離地面有4米多 展出的火箭長度大約47.7米 直徑3.1米 獵鷹9號的第一段曾執行過兩次美國宇航局NASA的任務 給國際太空站運送補給 火箭上留有兩次發射所受到的磨損痕跡 第一次的發射是在2017年6月3日 6個月以後 在2017年12月15日再次發射運送太空站補給 在執行兩次任務後 B-1035退役 獵鷹9號火箭有9台發動機 通過燃燒低溫液太陽和火箭級燃油作為推進動力 在全速情況下 每秒鐘可燃燒高達3200磅的燃料和液太陽 產生85萬磅的推進力 獵鷹9號火箭是目前唯一在博物館展出的SpaceX火箭 由於中共病毒疫情暫時關閉 7月1日將恢復開放 新唐人記者易永齊 休斯頓報導 新唐人記者 monde